婚姻关系是一门人生重要的课题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为了帮助民众 在面对不同婚姻现况时能做好心理建设 不管是结束或者继续都能乐观开朗 特别举办了幸福转运站系列讲座 9月底之前还有两场讲座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上线来参加 活成现在这样 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这是你想要的决定吗 所以当我们要小孩快乐之前 重点是我们的父母自己本身的疗愈 那如果你是没有孩子的 那对于来说更是 就是当我们对于在关系里面觉得 自己好像被说得很小 自己很不关注自己了 当男女双方在面对离婚 或者结束一段关系时 需要的不只是勇气 更多的是做好心理准备 资商心理师黄志盈说 如何疗愈伤痛 避免自己或者孩子恶度 受到伤害非常重要 透过线上婚姻的讲座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希望让家长在面对婚姻问题时 了解该如何做好准备 进行自我和孩子之间的疗愈 新北幸福转运站线上讲座 我们让最强的心理师 来解开我们的离婚的疗愈心密码 当然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 那当然遇到了一些 不同的婚姻的现况 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 可以自我疗愈 而且走向好聚好散 所以大概我们都对婚姻 当然有不同的体验 我们也做好准备 但是很少人 在对于离婚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因应 所以我们也特别办理相关的一个讲座 根据内政部护证司的资料统计 台湾离婚在2020年高达了51,680对 是亚洲第一名 如果离婚无法避免 大人更应该谨慎的思考 过程当中如何减少对孩子的冲击 尤其是我们有前三的高压力 在美国有做一个统计 精神科医生特别统计的是 配偶的死亡 离婚跟分居 这三个其实对每一个人 在心理上在生活上 会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特别在婚姻教育这方面 怎么去做好一些心理的准备 自我的疗愈跟修复 当然这样的一个议题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给一些碰到困难的家庭 尤其是我们相关的父母离婚以后 孩子要怎么办 孩子要怎么去陪伴他们 走过这一段的路程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家庭教育中心将会在9月17号前 举办两场的线上讲座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加入 新北家庭教育平台 赖社群 或者到家庭教育中心的网站 来查询相关讯息 也就是这样的铺器 来自我们下庭披赏使用 我们下庭教育中心的网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